攝影如賽熱門 足球也成為玩具展的焦點之一 每年暑假都會湧進超過15萬人潮的台北玩具展 從今年開始一連四天會在世貿登場 現場有鋼鐵人 鞭蝦琴金剛 以及蝙蝠俠等英雄公仔相當吸睛 還有電動抑制的積木還有足球玩具 也讓小朋友們玩得相當開心 打扮成電影裡的英雄帥氣模樣實在好威風 暑假才剛開始小朋友最愛的玩具展馬上登場 飛在空中的直升機 積木組裝成的足球員 還有這個101實在好吸睛 為了不讓孩子們沉迷於3C遊戲 買玩具積木 發揮創意 訓練腦力 成了家長的優先選擇 因為那個比較容易影響眼睛吧 那這個的話 它比較能專注 因為有變化 不會一樣東西就一直這樣子 自己小朋友可以玩 對 因為積木鬥起來很好玩 也可以拆掉重組 我把積木拿來當車推股牌 小朋友無法抗拒積木玩具的魔力 廠商更費盡心思 從德國引進的電動積木 可以拼成巴黎鐵塔或是小火車 來 我現在示範給你看 就用古板做示範 好 除了積木玩具 最近的氏族風也吹到了玩具展 還有這裡是國際英雄公仔專區 像是變形金剛 美國隊長 忍者龜 英雄們全部都來這裡集合 就連復仇者聯盟都看得到 玩具展除了有得玩 也可以開眼界 讓小朋友過個充實又快樂的暑假 六丁TV 蔡忠如 李宗憲 台北報導